也能感受到大家每一场都来到现场支持我吧 不管是什么比赛 10月10日消息 10月10日傍晚 正在哈萨克斯坦亚锦赛比赛的国平队员孙颖莎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剩下的单项比赛 接下来也将进行康复和调整 本次亚锦赛开打之前 孙颖莎已经连续参加了WTT澳门冠军赛和WTT中国大满冠赛 并且夺得了两个单打冠军 在巴黎奥运会开始的不到三个月之内 已经连续打了29场比赛 整个人非常劳累 10月6日晚 孙颖莎才结束中国大满冠赛女单决赛 马上赶往哈萨克斯坦参加10月7日开幕的亚锦赛 并在10月8日上场出战女团比赛 与队友一起晋级到了女团决赛 在与日本队的决赛中 可以看到孙颖莎大口喘气 解说都在说 这时候孙颖莎真是要靠意志力再顶一顶 她还累到了不停地甩手臂 最终 中国女团一比三不敌日本女团 无缘夺冠 中国女拼上一次丢掉女团冠军还要追溯到2005年 赛后 包括孙颖莎在内的女拼队员们站在领奖台上也是一脸郁满 看着奖杯只能黯然神伤 10月10日晚上19点左右 孙颖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退赛决定 孙颖莎直言 奥运会结束后因为推广乒乓球的形成和高强度比赛持续 没有系统的进行调整 在与日本队的比赛后胳膊的肌肉也出现了明显反应 正是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 所以孙颖莎本人和国拼教练组共同做出了退出单向赛的决定 孙颖莎表示 自己将在康复和调整一段时间之后 更好的回来 燕本按照国拼的安排 孙颖莎将在回国后参加全国锦标赛 紧接着奔赴法国出战WTT蒙比利埃冠军赛 但是接下来她是否会如约出现在这两个比赛的场地仍是未知之术 所有关心她的人都希望 她能安心疗养 早日恢复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从巴黎赛事的全勤 回国后的赛事又都是全勤和奸向 小莎莎不是钢铁之身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好好调理 第一次觉得退赛而感到幸福 小莎莎真的辛苦了 万事只有身体最重要 等她好好的回来 身体最重要 好好休息 我们来日方长 这下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好好康复 睡个好觉 我永远在这里乖乖等你重回赛场 莎莎真的太累了 退赛是今天最好的消息 别笑号孙颖莎了 让她好好休息 下一站晚一点见吧 北京时间10月10日 正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参加 亚洲锦标赛的国平奥运冠军 孙颖莎宣布重要决定 那就是退出自己原本即将参加的单向赛 原因是身体出现了伤病情况 而就在不久前 孙颖莎与队友王亦迪 陈兴桐一起在女团决赛中遭遇败迹 被日本选手抢走冠军 如今又因伤离场 令无数球迷心疼不已 网友们纷纷留言送上祝福 同时期盼她能早日恢复状态 重新在赛场上取得佳绩 本次亚锦赛开打前 孙颖莎已经连续报名参加了 WTT澳门冠军赛 WTT中国大满贯赛并夺得两个单打冠军 可以说是气势如虹 但也因此非常劳累 10月6日晚 孙颖莎才结束 WTT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 紧接着便参加10月7日开幕的亚锦赛 并在10月8日上场出战女团比赛 结果首战便爆冷输给了朝鲜选手金琴英 好在随后恢复士气 与队友一起晋级到了女团决赛 然而在与日本选手的较量中 孙颖莎拼尽全力也只赢了一腾美成 但随后输给了张本美和 再加上队友王一笛 陈兴同则分别不敌张本美和 平言美语 中国队由此而无原本戒压锦赛的女团冠军 对此孙颖莎在发文中回应道 非常感谢昨天在现场以及在线上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们 竞技体育一定会有输赢 我们所有人拼尽了全力 输了我们擦干眼泪 下次赢回来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 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中国女拼 而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 孙颖莎也简单做了介绍 直言奥运会结束后没有系统的进行调整 在比赛中胳膊的肌肉也出现了明显反应 正是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 所以孙颖莎本人和国拼教练组 做出了推出单向赛的决定 根据安排 孙颖莎原本将在回国后参加全国锦标赛 紧接着奔赴法国出战WTT蒙比利埃冠军赛 但接下来是否会如约出现在这两个比赛的场地仍是未知之术 希望她能安心疗养 早日恢复 孙颖莎宣布退出亚锦赛单向赛 肌肉反应需调整 球迷心疼又无奈 一 孙颖莎 这位中国女兵的领军人物 近日宣布了一个让人继心疼又无奈的决定 退出亚锦赛单向赛 三个月内 她连续征战了34场比赛 高强度的比赛让她的肌肉出现了反应 教练组也无奈同意她的修整计划 她向大家承诺 调整好后会以更好的状态回归 二 回过亚锦赛 中国女兵遭遇了不小的挫折 女团决赛以1比3不敌日本队 这是自19年前以来 中国队再次失去这块金牌 孙颖莎作为主力 虽然在与伊藤美城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但最终还是未能带领队伍逆转战局 尤其是她最后一场比赛 2比3不敌张本美和 那望向金牌的眼神 让人看了都心疼 三 然而 胜败乃兵家常事 没有常胜将军 莎莎的压力可想而知 她比谁都想赢 但这次的失利 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她自身的高强度比赛 导致身心疲惫外 王曼玉的临时退赛 也打乱了队伍的部署 再加上无缝球 矮台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好在 莎莎和莎头组合在混双项目中默契配合 成功夺冠 这也为她找回了一些自信心 但考虑到她身兼三项 体能上确实已经到达了极限 受伤的她需要时间来调整和康复 我们也应该理解并支持她的决定 5 让我们为孙颖莎加油 期待她以更好的状态回归赛场 继续为中国女兵的辉煌贡献力量 北京时间10月9日 在乒乓球亚锦赛女团决赛中 中国女队一比三不敌日本队 无缘亚锦赛女子团体金牌 张本美和此次为日本队做出了显著贡献 比赛第一盘和第三盘 她分别成功战胜了王毅迪和孙颖莎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孙颖莎数次陷入舆论风波 真的好心疼我们的莎莎 10月10日晚 孙颖莎宣布退出亚锦赛单项比赛 孙颖莎发博称 一直没有调整好 胳膊的肌肉出现了明显反应 莎宝在微博中感谢球迷的支持 竞技体育一定会有输赢 输了擦干眼泪赢回来 巴黎奥运结束以后 自己也一直没有系统的进行调整 昨天比赛后 胳膊的肌肉也出现了明显反应 在经过国家队医疗组的检查 和亚锦赛组委会的确认后 教练组为了保护我 同意我退出本次亚锦赛的单项比赛 大家不用担心 康复一段时间之后会更好的回来 期待莎莎早日康复 相信她会以最好的状态回归比赛 球迷们都希望莎莎好好休息 永远不要怀疑自己 你是最好的 从巴黎奥运会到亚锦赛 孙颖莎已连续作战太久了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孙颖莎参与了女单 会双以及女团三项赛事 并取得了两金一银的优异成绩 奥运会结束之后 孙颖莎又投身于两战WTT赛事 且均斩获了女单冠军 刚结束WTT中国大满冠 10月8日又急急忙忙的出征 哈萨克斯坦 国平女队中最疲劳的正是孙颖莎 从巴黎奥运会到亚锦赛 不到三个月时间里 已经打了整整29场比赛 实在是不敢想象 太辛苦了 如果不是这次输了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的拼尽全力 好好休息调养好身体 才是最重要的 写在最后 相信我们的国平 相信中国女团 加油 总结经验 调整好状态一定没问题的 大家怎么看待孙颖莎 退出亚锦赛单项比赛呢 欢迎留下您宝贵的评论 心疼 孙颖莎不到三个月 竟打了29场比赛 网友 快让她休息吧 太惊人了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孙颖莎竟然打了29场比赛 在2024乒乓球亚锦赛女团决赛中 由孙颖莎 王以迪 陈兴同组成的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国平女团最终1比3不敌日本队 获得亚军 而国平女队中最疲劳的 就是孙颖莎了 从巴黎奥运会算起 到此次亚锦赛之前 她在短短不到三个月时间里 已经整整打了29场比赛 这参赛密度简直令人咋舌 要知道 她可是几乎常常都要全力以赴啊 在这次亚锦赛女团决赛中 孙颖莎的状态明显有些疲惫 比赛时 她边打边大口喘气 还不停地狂捏手臂 这一幕让众多网友直呼心疼 解说也不禁说道 莎莎大口喘气再调整 真的辛苦了 这个时候要靠意志力最后顶一顶 此前孙颖莎在被问到与朝鲜队的比赛 以及对场地合球的适应度时 她回应道 球确实和之前比赛的球有点不一样 和朝鲜队的比赛时间也比较晚 而且朝鲜队是一支意志力非常顽强的队伍 自己对于对手的了解和准备不够充分 再加上自身的精神状态调动也不够好 昨晚第一场失利之后第四场在上场 真的是拼尽了全力